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107级毕业展初始化 16号上午在台东大学校内艺文中心举办开幕茶会 展出45位同学作品包含绘画类、设计类、多媒体类与立体类等精彩作品 在大学这四年之中我们不断地学习也不断地创作 在这慢慢学习的长路中 有时候我们也会需要停下来重新整理思考 而出始化就是要重新整理我们自己的思绪 透过彼此交流还有自我探索 找到当初想要创作的那颗知乐的心 在我们国立台湾大学 对于这个所谓的自由民主的看法是什么呢 自由民主的真谛是什么 创造与包容 创造是要鼓励自己 真正做出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包容就是社会上各种现象 你都可以包容 社会上也就没什么冲突 在没有冲突的社会才会进步 所以我想我们美产区的同学 我刚刚看了一圈这个作品 我觉得确实每位同学呢 有这个台湾大学对于自由民主 真谛的这个实践 真的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像这一次 我像我看那个陶遇的郑浩隐同学 他在我们台湾大学的那个十个角落 他去找了十个地方 然后按照那个地方的特色 去做了十个陶遇 而且跟那个环境是很有关系的 很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的 我觉得如果说能够从在地出发 能够从国际化的一个方向去做一些交流 其实同学都可以写到很多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能够从自己的生命 从自己的环境里面去思考 我就特别接受特别喜欢 那个像林静同学 他虽然一个特殊生 可是他会从他自己的生命去出发 从用陶遇去表现他 每个实习不同的一种人生的一种状况 那我觉得这也很了不起 我的作品名称叫做进化 就是因为我从小学习障碍 那些感觉我跟别人长得一样 可是能力却比别人 就是短了那么一节 所以我就以好上面的那个脸 是以我那时做的心境 而且我有时候会觉得无奈 那些的感情把它刻画在上面 就要毕业的同学们 不再拘泥于技法 而是透过创作表达他们炙热的心 台东所在 众和报导